我给你讲一件东西 为了这个东西 我已经烦恼很久很久 为什么 最近 突然间又来了 怎么说 这个是打子弹 本来我放一边 没有用 小的也有 大的也有 为什么我给你们讲呢 其实铁丝叉很好用 如果我们的东西 铁丝叉就干净 但是我们每一次 铁这个东西 很通 如果你铁一点 摸一点就没问题 所以我只能用一点 摸一点就没问题 但是如果鱁丝的包 很容易弄 很通 所以我就突然 有一点 哇 这个是什么来的 打子弹 就是我用打子弹的方法 我现在做给你们看 就是用晒进去 其实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比较大 你找一个小小的 打子弹的 大的你可以撕多两三块 没关系 但是呢 你拆的时候呢 这个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 应该用一个小的 適合铁 就是用这边 就是这样 先说 先说 这个应该是 多一点 铁丝的 但是我 没所谓 只不过我做示范机 你看这个是没有铁丝 这个是铁丝了 这个其实是铁丝了 已经 我不方便拉出来 这个很小的 铁丝很小的 因为它这个很大 塞进去比较不方便 它的铁丝很多 所以我们不需要怎么带个打子弹 最后呢 拿个小小的打子弹 塞这些铁丝在里面 当你使的时候 很容易 你看 这样就可以了 嗯 这样这样拆 这样拆 如果真的觉得很难拆 这个手 就像是铁丝 哇 真的好清洁 你看到吗 就是这样 我用这个方法 其实我没法对你说 这些铁丝呢 如果我们弄得脚了之后 它就会令我们的手 很想给它弄 你水 当你水浸软 我们的手 很容易令到它刮刮 刮了 刮香了 手软了 所以变成呢 我们的手很容易感觉到痛 和受香 所以我用这个方法 No.1的Good Idea 看你们喜不喜欢 如果喜欢的 给我一个便宜 还有新发明在后面 拜拜